俄罗斯是古典芭蕾舞的重要发源地 著名的圣彼得堡芭蕾舞团将在明年1月份来台 带来柴可夫斯基筷制人口的芭蕾舞剧《胡桃钱与天鹅湖》 即将在明年二度登台 圣彼得堡芭蕾舞团这次要带来筷制人口的芭蕾舞剧《胡桃钱》 应景耶诞和新年的到来 一出发生在平安夜 小女孩和胡桃钱的冒险故事 在芭蕾舞台上透过游舞曲《社交舞》和《洋芭蕾舞》 展现强烈的戏剧魅力 而俄罗斯也是古典芭蕾舞的重要发源地 曾副俄罗斯攻读芭蕾舞的台一大舞蹈系老师李巧认为 俄罗斯的芭蕾舞训练严谨 尤其要求舞者们的整体性 俄罗斯舞团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非常的整齐 他们有teamwork 他们对音乐的诠释 对舞台角落的方向 这个有时候在国外的舞者 他们是没有共识的 明年一月圣彼得堡芭蕾舞团全团六十位舞者 将搭配长龙交响乐团的现场伴奏演出 带来古典芭蕾的饗宴 新唐人的电视 有天长铃鱼 台湾台报导